今天我们都是来凡间历练的 接下来呢要考验一下大家 对于这个凡间的人和事 到底有多么的了解 给大家说一下这轮的一些规则 还有说规则 不就应该是猜歌名吗 停一下不一样 本轮游戏的规则 第一轮嘉宾全员参与 三秒钟之内回答出图片中 演员本人的姓名 从小新开始 这还能不知道吗 猜不出来过分了 罗进正确 第二题 这是谁 何润东 何润东 花花 蛤 你也连钢鲜 我 是吗 是你的 确定是小新 确定 是小新 这个跟九一少女的梦有什么关系 再谈谈了啊 不喝 贾琳请看题 需 承geben 它是古装美男子 小新 三 喬峮宇 回答正确 谁是谁 丝同 держELL 小铜请看题 有摇摇摇 是吗 姚 桃桃请看题 孙丽 正确 这是孙丽 黄磊老师的老婆 变样了 花花请看题 杨幣 正确 笛笛热吧 正确 腾哥 那谁呢这个招 古林大招 对是对但是超时严重 变样了 变样了 嘉伦请看题 这你都不知道 贾铃 变了林姐 林姐超时了 杨迪 这是谁来叫那个 菊尹 你别瞎说 你就别给我吃张了 菊尹 我还不如说过呢 有个渣 那个 那个迪丽 迪丽热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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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搜了 热搜了 迪丽热渣 热一渣 一心说对了 腾哥请看下一题 三二一 古林大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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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尔西那一招 克尔西那一招 董璇 加伦的题目是 是张韩运 正确 贾流回答 张若云 不是 就是跟你们老公名字很像 张俊宁 对 也姓张 差太远了吧 你张若云 小宋志是谁 张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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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吗 你们这样让我们很容易得罪人 你们能不能拿大 你想说什么 大什么 你们这些照片都是批 就是 等一下 别说话 别说话 别说话了你 谁都别怕得罪人 已经有克尔沁 那一渣在了 刚才内伦的表现 仙侠队获胜 接下来考验一下大家 听前奏 猜歌曲名 花花对上杨迪了 一个是综合实力非常强劲的人 一个是幕后消息不断的人 说谁呢 哈哈哈哈 说花花的呗 还能说谁啊 喂喂 低调点 今天低调点 请听前奏 没放没放呢 我听这么半天 你都不知道啊 我天天有刀刀 好比一刀刀 他这有刀刀 这是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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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歌名吗 不知道 黄米浪涛 黄米浪涛 你听黄米浪涛是个歌名 你最上次说的 成龙的 成龙的 成龙的那个叫什么 醉拳的那个 醉拳的那个叫什么 醉拳 正确 醉拳 什么 你都说出来了刚才 我哪知道他叫醉拳 他就叫醉拳 请听下一首 哎这个是他 青春飞散了你的 醉猛人 醉猛人 正确 什么 我没法的歌 哈哈 这句话 人体真是 完蛋了今天 怎么了 耳机说不到信号 是吧 怎么回事 胡桃 说话 请听下一首 什么 有答案了 快乐之上 正确 什么 什么 林志颖的快乐之上 天哪 这都知道 不夜的星辰 不夜的星辰 等着另外一边 黑夜白天 还不放下一首歌 等什么呢 还等着老妖怪 变成人呢 请听题 好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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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爱 这是我们先三的歌 这个真的是偏爱的一道题目了 真的 好熟啊 要不要给这边再补点气啊 请听下一题 好熟啊 好熟啊 梧桐 梧桐唱的 我们怎么都不知道 而且还把歌唱者的名字唱出来 梧桐 梧桐唱这个梧桐 歌手梧桐 下来 来吧继续吧 下来吧 这个 这个 这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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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妾女游魂》 啊 高桐唱发高呀 高桐唱发桐 高桐呀高桐呀高 好烂啊 高桐呀高桐呀高桐呀高 高桐呀高桐呀高桐 标准的乐语就是这样 继续听题 来吧 杜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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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个杜琴 杜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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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题请听题 是 是 杜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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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了 是 《甄嬛传》里面的歌 《甄嬛之歌》 这什么 《缓缓之歌》 快点下 咱们 什么 菩萨蛮 菩萨蛮 菩萨蛮是正确答案 菩萨蛮 那写了菩萨蛮 这一轮听前奏猜歌名 双方是打平 接下来又要升级玩了 猜下一句台词是什么 意思的接近度在百分之九十以上 就算对 好 请看题 胖子 你刚出了车祸 受了很重的伤 而且 你的脸压在了碎玻璃上 现在 是你吗 那你肯定知道 我不知道 我联系了最好的医生 他会帮你做冯茂修复手术的 四个月后 说啥都行 四个月后 像挂彩票一样 挂彩票一样 好紧张 我来了 太诡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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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上去抢单是吗 现在就演起来吧 直接说了就 我没有中奖 回答错 回答错 太美了 谢谢大夫 太诡异了 跟之前完全不一样 太诡异了 玩一遍 来 弹烟弹烟 太诡异了 你还是那个胖子吗 对了吧 这是谁演的戏 想起来呢 我想不起来 怎么自己的戏击不住呢 我们现在猜的到底是 男的台词还是女的台词 男生的台词 我知道了 我来 我来 来 太诡异了 你长得真像唐嫣 什么 你这句回答才太诡异了 而且很自信 太诡异了 你现在的样子 我好像在梦里见到过 好 比较接近 有点那种路数了 太诡异了 这就是我梦想的样子 太诡异了 这就是我梦想的样子 你喷点 接近度百分之九十 答对 这什么梦想的样子 太诡异了 这简直就是一张我梦中情人的脸 原来是这个 下一个片段请看题 好 林更新 靠你了 还大 想死吗 谁要你跟着我呢 什么人 快 不 不知死活的疯女 你肯定知道 记得你刚才跟我说过的话 怎么自己的信机不住呢 不知死活的疯女人 不要命的臭男人 你 谁的词到底是 你的词 你的词 来来来来 不知死活的疯女人 再踩我我就把你的嘴堵上 再踩我把你嘴堵上 再踩我我就把你的嘴堵上 你 怎么了 我就是不怕死 喷喷喷没事 喷给你 吊儿郎当的臭男人 我们所有的话都是在骂林更新 不知好歹的 蠢男人 不三不四的野男人 不一定是臭男人我记得 自以为是的臭男人 有可能 啰哩啰嗦的臭男人 还能离得再远点吗 浪费欠奴 隔空喷我 不离不弃的臭男人 那不可能不离不弃啊 你待会儿嘛不用浪费嘛 我们讨论 我要你管 不用你管 要你管 行不用喷啦 上边要是没人 不用喷啦 快发车吧 跟老张姓火车 腾哥答完如果再答不出来我们放答案了 我很理财 四缠烂打的贱男人 一次不差 真的假的 怎么会是贱男人 一定是臭男人我记得 一定是臭男人我记得 答案都埋好了 你是有人曾经这么骂过你啊 不知道啊 就听着这句话耳熟 死缠烂打的贱男人 天哪 当时我还是一位替身演员 林老师在吃午饭的时候 我跟张老师走了这场戏 下一个片段 不管这孩子是谁的 总而言之 你师父想要拿回去 就把玉女心经交出来 我保证不会伤他一条头发 下一句是 我才懒得信你呢 这个小孩都没长头发 后半句 对的 他其实就是他本来就没头发 我保证不会伤他一条头发 他根本没头发 因为我看古天乐版的印象非常深刻 而且古天乐这也是一个包袱 所以这轮获称的是王牌家族 啊